是啊 我今天听过一个蛮扯 其实瑞德哥 我有看过那种 一样是欧阿米苏很吵是在五星级饭店 新竹的五星级饭店 照样很吵 所以森林小屋算什么 好 我想说有一些很可怜的网友常常需要协助 比如说有网友说 他住了房子 然后租了一个房很漂亮 看起来很漂亮 洗一个澡 他的浴室就毁了 然后就那个水就淹到房间里 他就叫房东说 哎呀 我家浴室毁了 房东说 你把我的全新浴室毁了 十万赔我 你不陪我是不是 我就告你 这还被告 那后来呢 大家去看现场发生什么事 原来那一个浴室真的是乱弄 就是珍珠板贴一贴而已 什么珍珠板 就是我们从上拿那种手板 鸟鸟的这样子 外面焊起来好像是那个瓷砖 这是印刷上去的 所以那种很烂的珍珠板 你洗个澡 当然就软掉 烂掉了 然后水就在那边淹进来 他故意要让你这样子弄坏它 是 这类似洋套杀的方式 然后就看你这个房客懂不懂 有没有钱去请律师 律师很贵耶 对不对 你洗个澡十万块就要出去了 而且住两天后 你想退对不起 合约签一年 时间还没到你不准走 有这种二职房东 多得很 还有那种 它的那个 因为很多那种 三房改成五间套房那样子的房子 要注意 如果你做的是这种改装的套房 那个马桶 因为我们都知道 马桶是需要一些斜度 那个废气屋才会这样子滑下去 对不对 要有个溜滑滴那样 而且二职房东就是 他因为如果你要用这种溜滑滴 那房子就要垫高 很难做 而且很麻烦 他就给你平平地放在地下 就这样溜过去 所以你马桶用两次就堵住了 因为他不会爬过去嘛 他就堵住堵在中间 要有房东的马桶堵住了 房东开始说 你用坏我的马桶了 五万赔来 什么马桶只五万 对啊 我住房子 然后房东说 我好好的全新给你 来看的时候都好好的 现在你给我弄坏 然后结果一打开 你看 卫生纸塞住了 是不是你弄的 那卡住了 我的天啊 所以不懂人就觉得说 是啦 是我卫生纸塞住 没有啊 卫生纸本来就可以丢进去的 那根本是坑杀 台北还有很多 台北市 Sogo附近 我去朋友家去看 那个是Sogo旁边 离Sogo在外面而已 很棒对不对 类似日租型的套房 可是呢 我那个朋友拿一个合约书给我 因为他说 你要进来我家可以 你要小心偷偷地溜过去 什么鬼啊 我去看朋友还要溜过去 还要这样低空扑扑 他说合约书上有写 只要你有带外人进来 一经发现就是惩罚 两个月的押金 并且立刻赶出去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说 房东认为说 万一被踢爆 因为日租套房不合法 如果踢爆的话 它损失很大 然后第二就是说 如果有人带情侣来 就像讲说整天在那边 很耗我的水电 那个灯费什么都会容易爆炸之类的 那这诸如此类就是很奇怪的理由 可是我进他那个房子 真的上面有个监视器 就在看你有没有进去 当然他知道说房东什么时候会进出 于是他带我去的时候房东不在 然后我离开的时候 他说时间快到 你赶快走 你赶快走 房东等一下要来 我要扣两个月的押金 但我说你怕什么 反正有免费的法律辅助 如果说你真的遇到法律条 你头脑自动停止运转的话 你就去找市议员服务处 有免费法律服务时间 帮你看一下 一定要看 开来签 好 这是我们知道 这蛮扯蛮夸张 就是有的人 根本就是故意要坑杀房客 你走出的金星扣居然还被坑杀 没有道理 另外房客自保 其实租屋的契约 有一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像我刚刚讲类似这样的情况 你不能带房客 房客不能带朋友来或生人 等等这些条约 你只要签你一定要认吗 其实政府为了保护房客 今年1月1号开始 有这个新制租约的实施 其实里面包括说 房东不能限制房客 不能报税 然后不能设户级 还有一些甚至水电费用 都要约定清楚 甚至于包括房间里面 附了什么设备 都要有一个清测 所以政府现在既然有这个版本的话 其实房客为了保护自己 应该去签约之前 事先看一下这样的条文 但是的确很多房客 所以就房客直接要求买 这种政府供订版本来写就好 内容比较重要 但是真的很多房客 没有看合约内容 就给他签下去 像我就遇过一个例子 它很有趣 这个房客他跑去找那个二楼 那个公寓的那个格的那个套房 结果一看 房东是一个老先生 老先生嘛 不在乎 这个房客想说 哎哟 不错 找到好房子 又找到一个那个好房东 下大雨还帮我送那个钥匙来 结果住着住着 那个马桶的后面 那个水龙头就漏水了 他就打电话给那个房东说 房东那个 我的那个厕所漏水 房东说你看清楚 我们当初的合约哦 我们合约写说是那个 全部的休战责任都是你负责哦 那房客就一打开 哎真的呢 房东写说休战责任都他负责哦 而且房东还带一句话跟他讲说 哎你那个像那个厕所 你要注意一下哦 那个卫生纸堆那么久哦 不要常常都没有那个收拾 那个久了会有味道 哎房东想说不对勒 房客住在里面嘛 那你如果没有进来的话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常常收那个垃圾桶这样 那房客后来就找那个水电师傅自己花钱 把那个房子修好之后 他就一直怀疑说 那个房东到底有没有跑到我的房间里面来 结果他很聪明 他在那个房间 跟厕所都各装了一个密录器 录了一个礼拜之后 没有发现那个房东的踪跡 就在第八天的时候 哎路到了 那个房东拿着那个备份钥匙就 就开门就进来嘛 不对哦 房东你这样子跑到我的房子里面 你已经放那个侵入住居 这个不是民事责任 这是刑事责任 房东听到这边哇脸色一变 天啊我拿备份钥匙进去的时候啊 竟然通常被人家拍拍了下来 所以也因为这个事情 这个房东才同意说 愿意让这个房客搬走 而且这个房客后来 倒赚了一个月的那个租金 房东说啊不好意思 那我也知道 哎我不对 然后害你不能那个住满 那现在你要去找房子 那个搬签费就算是我来补贴你好了 哎这确实是聪明的方法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房客 跟房东之间的状况 有时候是邻居之间的状况 遇到不是人的状况的时候 哇很难解决耶 对因为很多人去租房子的时候呢 往往会就是说 看看现场的这个状况 只以里面的这个东西看到为主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他去租一个房子的时候呢 进去的时候他发现 里面还算蛮干净的 不过就是有个神桌在那个地方 就有神桌 那虽然上面东西看起来是拿掉的 可是他就觉得乖乖 当然房东就说没关系 那我就这个神桌会请人家把他载走 那他也没有想那么多 就两个男女朋友就搬进去住 住进去之后没有多久 你知道一般民间一头很喜欢怎么样 找朋友到家一头 这样这房子感觉上比较热闹一点点 结果那一天呢 就他们正在就是可能喝酒啊 看电视啊聊天的这个过程一头 酒差不多喝完了 于是这个猪的我这个朋友呢 他就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就说 那我们先去买饮料 买一些酒 你们稍微再做一下 那我们等一下去买完就回来 那于是他们就出去了 所以之后 大家还在继续喝啊 喝啊喝着再喝着 没有了那怎么办呢 那大家就开始就没事嘛 就屋子里头走来走去 结果走到后阳台的时候 发现后来还有一台冰箱 那你知道既然前面饮料都没有 那冰箱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吧 就把冰箱打开 就在他开冰箱的时候呢 突然间听到有个声音就 哎 你转头 一个阿公阿嬷就站在门口的地方 他说 你跟人家里面 要开人家的冰箱 好像不用说一声 他听一下 吓一跳 糟糕喔 他跟阿公阿嬷住在一起 怎么没有跟我们先讲一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个他们去买饮料 待会就回来 我只是看一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他没有讲那么多 结果过了大概 几分钟后 他朋友回来 他们就开始 他就开始讲 讲一讲一讲 他就 哎 你跟你的阿公阿嬷 住在一起 你怎么没说一声 两个男女朋友吓死了 结果我们两个男女朋友 男生女生住在这里 没有什么阿公阿嬷 原来前面那个屋主 前面那一任租房子的人 他因为这个有些问题 半夜临时落跑了 那把家里的神座上 神像啦 祖先牌啦 收进去以后 带着就跑 结果没有想到 他没有请 然后阿公阿嬷一起走 没有先Bug就好了啦 对对对 只有拿神牌就对了啦 对 结果导致这个 后来住的人就发生一些怪事 那当然很多的观众朋友 在租房子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就我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要不要看一下周边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如果你发现 旁边有那个大树太高 贴的房子太近 或者是有这个很大 这样不好吗 当然不好啊 有绿意不是很赞 问题是他离房子太近的时候 他树根上面的叶子 长大概有多宽 下面根接着就会串多宽 所以呢很容易破坏房子的结构 是是 第二个呢 如果他榕树的话呢 他有时候气根下来之后 他会黏在这个 连着这个房子的周边 所以到最后房子里头 可能会因为这个虫蛇蚂蚁啦 很多人穿到房子里头来 那第三个呢 像玉兰花 一般民间里头 比较偏阴 噪阴的这个植物 尽量不要种 离房子太近 我曾经遇过 就是房子本身 大概只有两层楼 可是那个那棵树呢 大概三层高 而且住在 离那个房子太近了 你就会压迫感 那当然还有一些情况 比如说我们可能到 房子里头去 有时候稍微检查一下 比如说有些人 他会刻意带着小朋友啦 小猫咪啦 小狗狗啦 因为这些呢 小朋友如果在六岁以下的时候 对这些东西 有时候会比较敏感一点点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我曾遇过一些 这样他到了房子去的时候 小朋友在门口开始 一直哭 不要进去 不要进去 要听小孩子的 对 那小孩子他就说 怎么啦 他说 那个阿姨好凶喔 这样看着我 他不敢进去 那你要想一看里面根本没有人 他没有小孩都要租房子 是不是要借一个小孩来看 所以如果没有小孩 像一般来说 就比较小猫小狗 民间说法里头 他们这个猫跟狗 有这个阴阳炎 所以呢 如果那个狗也开始有激烈反应 或者猫开始那个 毛竖起来的时候 对 你就要稍微小心 如果说你又没有小孩 你也没有小猫 你也没有小狗 帮你测这个房子好不好 就要看这张地图啦 是 我们最怕租到凶宅 到凶屋 但是惠美还记不记得 两年前呢 新竹发生了小六男童命案 那栋大楼 当时呢 其实凶险 理性凶险在大楼里头 你看一下喔 这大楼其实外观看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二楼 你看我们画面就停在那儿 真的 其实这个画面 不是我们后来去补拍的 其实就是当时命案发生之后呢 媒体去现场拍 就拍到了二楼的教室 怎么这么清晰的 这不是披图的 这也不是后制的 那到底它是什么 这是一个不明男子的身形 好 那你看再往上看 那这栋大楼当初的命案 我稍微解释一下 理性凶险呢 他的住宅里头就很诡异 因为他里头有一个 很奇怪的神坛 供奉着泰国 一个用骨叼成的 这个小孩的这种形状 然后他在那边供奉 所以有人就说 他当时在杀这个 小六男童的时候 是否可能就是一种 献祭方式 而且呢 在命案发生之后 邻居经过的 理性凶险住宅的时候 都会听到奇怪的声音 还会看到一堆蟑螂跑出来 而且还有闻到怪怪的味道 然后媒体去采访 又拍到了二楼 教室有不明男子的鬼影 不过呢 有这个教室的人出来讲说 没有啦 那是我们的海报 那到底是海报 还是你没有办法 用科学解释的 这个就看大家怎么去解读 嗯